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强险救灾的物资中都少不了方便面的身影 说方便面是救灾之星一点也不为过 可要论方便 面包 饼干也没迅速多少 为啥人们独宠方便面呢 无论地震 暴雨或者台风 方便面都是必备的救灾物资 没灾没难的时候 很多人也会买一堆方便面在家里囤着 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得益于方便面的三个特点 第一 筹集速度快 当灾难降临时速度就是生命 所以救灾食品必须保障能在短时间内抽集到 而我国是方便面生产和消费大国 消费量位居全球第一 世卫方便面协会曾发布过一组数据 在我国平均每一秒钟就有1276人撕开一包方便面 再加上方便面的销售范围覆盖极广更容易采购 第二 运输效率高 灾难爆发时往往会影响交通 运输一次物资很不容易 所以每一次都要保障效率 方便面的重量轻又管保 同样的空间装方便面能装更多 第三 乃摔防腐 灾区的环境往往都很恶劣 有的食物虽然吃起来方便 可对储存环境有要求 放在灾区很容易坏掉 而方便面的保质期长 还不怕摔不怕潮 随便怎么放都不影响食用 可是长辈总说方便面不健康 这是真的吗 是一袋方便面肝脏 真的要解读32天吗 网上关于方便面的传言数不胜数 其中最为深入人心的 就是方便面里还有很多有害物质 吃一包需要32天 才能被完全消化 还有人因此而数着日子吃方便面 担心吃得太频繁 体内毒素堆积太多 但其实这一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食物进入人体后 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消化吸收 无法被吸收的成分 会随着身体代谢变成粪便排除体外 而方便面是高碳水食物 吃进肚子里大约两个小时就能被消化 根本留不到32天 还有人说方便面中含有大量防腐剂 吃了对身体不好 这一说法跟罐头防腐剂多一样 都是错误观念 方便面在制作时需要经过脱水处理 水分低本身就不意外 所以方便面厂家根本没必要添加大量防腐剂 国家对防腐剂的添加量也是有标准的 如果非要说出方便面不健康的地方 大概就是油分和盐分较高 有的面饼是经过油炸的 再加上料包内的油 使用一包方便面所摄入的油脂 可能会超出膳食指南推荐的一天25克 一包方便面中的钠转换成盐 大概在6.5克左右 也超出了推荐量的6克 偶尔吃一次没啥事 但不适合长期吃 同样都很方便 为啥自热食品卖不过方便面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 我国就有方便面了 吃了这么多年 按理来说早就该吃腻了 有新产品问世 应该更坠捧新产品才是 但自热食品卖了这么多年 口味多种多样 势头却始终赶不上方便面 这是为啥呢 原因可以分为三点 第一 自热产品的价格高 性价比低 桶装泡面最多也就五六块钱 再配上鸡蛋火腿肠 十元左右就能吃得饱饱的 而自热食品价格是泡面的几倍 便宜的十几二十块 贵的一盒要三四十 量也不是很大 食量大的 吃一盒都吃不饱 用网友的话说 有这几十块钱 我还不如订外卖 还能订一顿不错的 第二 自热产品的操作比泡面复杂 不仅要按照顺序 放调料包 还要往自热包里添水 不能添热水 也不能添多了 操作不当 或者动作慢了 水会迅速沸腾 并喷溅出来 很容易被吓到 或者被烫伤 第三 质量差 自热食品 虽然食材比泡面丰富 但质量是真不咋地 就拿自热火锅来说 看着东西挺多 大部分都是土豆片 藕片等廉价食材 肉往往只有可怜的 两三块 吃起来很不实惠 有的味道还做得很差 很多人吃过一次 就不会吃第二次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